又是上班的一天 这个工厂开起来有段时间了 这两天又接到一个粉丝的请求 他让我给他找一块料子 他说他跟他老婆应该结婚好几年了 我看他怎么说的 他说跟老婆结婚十年了 也没给辛苦的老婆买一个像样的礼物 他说刚还完房贷 想给他一份小惊喜 希望他以后更加顺风顺水 预算的话是在5000块钱左右 那我们给他找一下 看看给他做个什么好 这应该就是找那个如意 年年有余之类的 我们看看有什么 给他做一个荷花鱼吧 怎么样 可以吧 这块不错 但这块可能超预算了 这个可以 这个我之前贴剩下的料子 给他打灯看一下 有点黄斐 做荷花鱼应该还不错的 那行吧 我们就用这一块发给粉丝看一下 老哥 这个有块黄斐的料子 你看喜不喜欢 这块之前贴剩下的料子还行 我想给你做一个年年有余 你看怎么样 我们等他回复 这老哥也算在线的很及时 他回了一下说可以可以 这两天跟老婆吵架了 做的这个也让他开心开心 五个这个红包收着 食不得 哎呀大哥啊客气了 哎呀食不得呀 购费了购费了 武功不受禄 等我做出来满意了 你再给我整个真的食不得 红包我一般不收的啊 我要食物食不得 那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开稿 那这个就交给师傅 让他开始上财意 不多嗶嗶 走着 荷花云寓意着年年有余 生生不息 柴缘不断 那我觉得给他设计这个题材啊 要符合女性的特征啊 这个题材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那我们也祝愿着这位老哥 接下来能够顺顺利利 一路顺分 夫妻感情越来越好 真的很羡慕啊 给那个老哥定制的年年有余啊 做出来了 看一下这个雕工怎么样 刚做出来的啊 那湿粉还没有打掉 这底子还是很干净很舒服啊 那我们也希望那位老哥 跟他老婆的感情啊 越来越好 像那个题材一样 和和美美 年年有余啊 就一直幸福的走下去啊 夫妻嘛 难免会吵一下架啊 女人嘛 红一下就好啊 把这个送给他 他觉得包你满意 那我们这一期的话 又快要结束了啊 大家还想要定制什么题材啊 记得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一期再见啊 拜拜